各位伊甸人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108年2月2号星期六 也是我们农历过年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在这边我们先祝各位新年快乐 那今天带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镜头前面的这颗酪梨 还记不记得我们去年8月10号的时候 对这颗酪梨做了一个短节矮化的一个动作 那当时呢有一些朋友他认为我是在乱搞 那说实在我也觉得我是在乱搞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颗酪梨呢长久以来都没有开花结果 那所以对他有点失望 那再者呢我们认为说那么高的酪梨如果哪天真的来开花结果了 那我们在采收也会不方便 所以当下我们做就做了一个矮化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这颗酪梨呢我先介绍一下 他这颗酪梨原本呢是一颗蛮大酪梨 但是因为一直没有结果 所以有一次呢我就狠了心我就把它锯掉了 来我们看一下镜头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狠了心把它锯掉了 你看原本它的枝干已经非常粗了 那锯掉之后它从侧边再长了枝芽出来 那因为后来它又一直长那我就又懒得理它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前年前年的时候 我有对这颗酪梨的枝干做那个破坏的一个动作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植物它是石森苗的植物呢 石森苗果树它要来花它要来结果的话 会经过比较长的幼年期 所以我那时候就用了那个刀子 在它上面去做它的一个破坏 这边都还有很多的破坏的痕迹 那想说会不会提早来花 那一直到去年一直到去年 它开始有零星的花苞 那因为有零星花苞之后也没有结果 所以我再次狠了心 想说一定要把它搞出个名堂来 所以我去年就帮它做了一个矮花 那今天来看这边 很兴奋的它真的已经大量来花了 来我们看一下每个枝条的前端 都已经有莱花了 每个枝条的前端都莱花了 我们看一下 有些花苞还小 但是我们很确定 这就是它莱花的一个迹象 那到底我们做的这些动作 是影响它莱花的一个结果吗 那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下定论 或许是个巧合 但是我认为多多少少应该会有影响 因为查了一些资料 还有一些植物的特性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做 应该是有帮助它提早老化 提早莱花的一个结果 来我们看一下每个枝条都已经有花苞出现 来这边 这边的花苞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一点 我们再看上面更明显 这边很明显 越上头的花苞它越大 表示它会越早绽放 每个枝条都有 好的 但是因为呢 洛梨它有一个特性 人家说呢 洛梨它的花有A花和B花 那在一棵树上呢 只会出现一种花 那只会出现一种花 会把它的公花跟母花 因为公母花它是同 同在一朵花上面 只是它绽放的时间不同 所以它分了一个A花跟B花 如果呢 我们在旁边 帮它 栽种了一棵不一样的花形的一个苞里花 会比较容易的让它能够受粉 提高它的一个结果 提高它受粉成功的一个结果的产量 那所以呢 当时呢 我也在前年 前年在这棵苞里矮化之前的前一年 我自己做了一棵 芽接的苞里 那这棵芽接的苞里呢 我就把它种在它距离它差不多五公尺的地方 那 那各位看一下这棵芽接的一个状态 这棵就是我做的一个芽接的苞里 这是苞里的十生苗 那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芽 芽接 那等芽接牙蒙发之后 我们会再上头剪断 那剪断之后慢慢的慢慢它长出来 那这棵苞里在今年 我们很高兴呢 它也跟着来花了 而且这棵苞里是 算是从已经结果 结果果的一个苞里树上面取的芽 所以它确实呢 缩短了它整个的幼年期哦 树式开始健壮之后 今年就已经来花了 那这两棵苞里呢 现在是同时来花 同时来花 那期待呢 它的花形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花形不一样的 我们就能够很期待了 今年这棵大棵苞里 能够顺利的植果 我们会持续追踪 那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在种果树呢 我们是业余性质 也就是我们只是个假日农夫 所以我们每一棵 每棵果树 我们都会去搜寻它的一些资料 然后看如何管理 然后如何的一个 一个施肥啊 或者是修剪啊 等等 那在其中 我们都会得到一些的心得 那这些心得呢 会帮助我们在往后 在各种果树上面 一个施作的一个参考 那我们也很希望呢 都够把这些心得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喜欢我的影片呢 或者对果树有兴趣 那也想栽种的好朋友们 那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影片 我们会不定时的将我们摘种的水果 感想心得以及成效 甚至过程 从种子 嫁接地质等等的过程 我们会一一的分享给各位 呈现在我们的伊甸园里面 让各位来做参考 很漂亮哦 现在这棵果树 将它矮化短节之后 个人觉得呢 已经非常符合我希望它长的样子 所以对去年8月10号的这个短节 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觉得很满意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持续关注 按赞 并分享 拜拜